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通讯社报道指出 伊朗在多个省份启动防空系统 发射防空炮弹应对袭击 另外有伊朗官员说 伊朗没有受到导弹袭击 伊斯法罕听到的爆炸声 是启动防空系统的结果 而据报部分来袭目标疑似是无人机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 以色列在袭击之前已经告知了美国 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 叙利亚南部的苏维达省 伊拉克的巴格达地区 以及巴比伦省据报都发生爆炸 美国广播公司援引 美国政府一位官员的话报道说 以色列导弹击中伊朗的移出地点 伊朗国家电视台称 凌晨四点左右 伊斯法罕上空能够观察到三架无人机 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并将其摧毁 另外核设施并未遭到破坏 也有消息人士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 在伊斯法罕西北部的军事基地附近 听到了三声爆炸声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 伊朗伊斯法罕地区目前一切正常 未发生地面爆炸 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 包括阿联酋航班在内 多架原定飞往伊朗的航班 发生折返或偏离预定航线 叙利亚媒体报道指 叙利亚南部多处军事设施遭到空袭 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省 和摩苏尔地区的居民说 凌晨听到多架战机飞临 以色列日前表示 将就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袭击 做出回应 伊朗总统莱希扬言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领土 发动直接军事袭击 必将遭到猛烈回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这一次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 有限度的袭击 相关最新消息 立刻连线给驻伊朗记者李瑞 李瑞在当地 现在了解到什么最新情况 而伊朗方面 有什么下一步的计划吗 好的小姨 那今天呢是周末 周末到礼拜 所以那些伊朗官方 还没有做出回应 不过我们在一些伊朗网站和新闻网站 已经看到了陆续的消息 那么最新的消息呢 是伊朗半官方的 法尔斯通讯社报导呢 是在伊斯法汉市附近的 一处防空基地 就正规军的防空基地 有可能遭到了 微小飞行物的袭击 但是呢 居民听到的三声爆炸 也就是当地时间的凌晨4点钟 听到三声爆炸呢 是防空系统启动 拦截了这三个飞行物 他没有说这个飞行物是无人机 还是导弹 那么现在呢 当地呢是非常正常 伊朗国家电视台呢 还直播了一次反汗 以及这个军营的画面 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导呢 只是导致附近的几个办公建筑物 大楼玻璃有破碎的情况 那么另外呢 就是根据伊通社 就伊朗官方通讯社的报导呢 说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 在北部 东北部城市大布里市呢 也发生了爆炸声 也是当地的防空系统 拦截了一个微小的 飞行物 那但是呢 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 而且呢 当地是非常的平静 目前呢 就是我们所长到的消息 而伊朗的德黑兰霍梅尼机场 以及沙拉兹伊斯法汗 西北部西南部的一些机场呢 都宣布暂时取消航班 那么现在的一些乘客 要求他们先回到家中等待消息 那么这个取消消息 一直到中午的十点半 才会告诉大家 是否还会再延长 那目前呢 伊朗的德黑兰呢 还有其他城市的情况 都非常的正常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了 目前并没有收到 任何有关于导弹袭击 或爆炸境外的消息 另外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法尔斯通讯社 引用一些军方人士的报道 军方人士的话说呢 说这个 现在的以色列发动都是心理战 媒体战 其实呢 并没有对伊朗呢 产生这种太大的伤害和影响 而且呢 以色列的袭击是无用的 但是呢 目前伊朗官方 以及革命卫队 并没有对这次袭击 做出任何的回应 好 今天是假日 李瑞刚刚跟我们说到 伊朗方面没有定性爆炸物 而官方否认遭到袭击 谢谢李瑞 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 伊朗 叙利亚 伊朗 伊拉克的境内 举报都传出了爆炸声 而有美国官员已经证实 以色列导弹是击中了 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 最新消息呢 也立刻来连线在 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特约记者胡小宇来了解一下 小宇你好 你好 真子 可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以色列方面有什么样的 最新消息 而当地的官员或者专家 有没有对事件 做出一个最新回应呢 好的 我们目前从当地看到 因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 所以的话呢 就是周五周六 是以色列的周末双休日 所以目前没有任何官方的 这个消息放出 我们从当地媒体看到 很多是官方 当地媒体报道的时候 也都是引用或者是据称 很多都源自于美国 ABC这个新闻网的一些消息 那但是呢 从行为来说的话 非常符合以色列之前的一些通告 比如说反击的对象 以色列有宣称过要反击伊朗和极其代理人 从伊朗的这次袭击当中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沿途经过了 就是几个国家像伊拉克和叙利亚 才能够将无人机送到以色列境内 所以以色列这次反击的对象 就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伊朗 就是这些跟伊朗相密切的这个势力 而从袭击的对象来看的话呢 袭击的是空军基地也是符合预期的 因为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话呢 并不接壤 并且两边至少中间隔了两个国家 所以的话呢 如果以后以色列和伊朗继续交锋 那削弱对方的这个空军的实力 是符合预期的 同时呢 时间上也比较符合之前的猜测 因为即将到的就是逾越节 节日期间是22号到29号 所以之前就有预测 是否在这个节前或节后 会对伊朗上一次的袭击发动报复 因此各方是符合预期 但官方目前还没有就是承认下这个事情 好的主播 好的 谢谢小雨 从以色列我们带来一个最新介绍 而就在伊朗等中东三国 遭到袭击的前夕 美国国防部当地事件的18号发布声明称 美国防长奥斯汀当天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电话 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了一名 美国高官的话报道说 以色列18号向美方通报 将会对伊朗采取报复性行动 但是美方没有为此进行背书 五角大楼的说法 奥斯汀与加兰特在18号通了电话 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行动 其他地区的威胁以及人道救援物资 进入加沙等问题进行讨论 奥斯汀就强调要利用以色列南部的阿什杜德港等通道 确保更多的人道物资持续抵达加沙民众的手中 而以色列政府近日允许临时的使用阿什杜德港 来上加沙运送人道物资 以色列国防军17号已经发布声明说 已经有一列的运输食品的车队经由这个港口进入加沙 好相关话题我们也来连线到本台 驻洛杉矶记者杨平俊来了解一下 平俊你好 你好橙子湘云 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各界对于以色列反击伊朗 有什么样的反应 而美国官员第一时间确认 以色列导弹击中了伊朗设施 这意味着以色列相关行动有美国的支持吗 是的 在第一时间来自美国的广播公司ABC新闻最早报道这一事件 目前综合美国有些新闻网美联社 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证实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是事先得到了有关以色列 准备要报复伊朗这样的通知 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说 以色列在周四告诉了美国将会在未来几天 对伊朗实施报复 但这位官员表示 美国并不赞同这样的反应 一直以来 以色列一直在全核如何回应伊朗在周末的袭击 以色列在伊朗实施袭击数小时之后 伊朗的外交部则表示 如果以色列对其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都将得到立即最大程度的回应 并提到伊朗的武装部队 已经计划好潜在的最大限度的反应 报答提到说 伊朗对以色列实施的袭击 可能会引发整个东东地区进一步的致命的冲突 在以色列发动实施之前 美国预期他们是不会将民用以及核设施作为袭击的目标 因为目前是在美国是在东部是半夜的时间 所以目前五角大楼以及目前白宫方面是没有具体的回应 那我们将持续的关注程子 好的 谢谢平俊从美国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我们将一路看下来 以色列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 相关话题立刻请来 时日评论员正好先生 帮我们点评分析 君生好 你好 想以 好 这一阵早上的点评力已经提到了防部圣防 这次打击 你认为以色列这番打击的强度到底如何 而伊朗和以色列的复仇之战 到底会不会陷入循环战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强度上来看 以色列方面的媒体也在说 就是这次的首轮的打击是有限度的 其实我们通过画面也已经看到 那么并没有击风暴雨式的那种导弹 或者是无人机的铺垫盖地的打击 只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打击 从目前来看也没有更多的消息 那么以色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第二轮的打击 所以从现在所收集到的消息来看 确实以色列的首轮的打击它是有限度的 但是毫无疑问 以色列确实是发动了对包括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在内的多国目标的一个攻击 刚刚我看到的就是纽约时报官网 引述三名伊朗的军事官员的话说 他们可以确认就是伊斯法汉这个机场受到了打击 但是是非常轻微 他们已经确认了机场 伊斯法汉的这个军用机场是受到了打击的 那么好了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以色列首轮的这种所谓的报复性的打击 是有限度的或者叫有轻微的 不是那么猛烈的一个打击呢 当然这是一个军事话题 应该更多的由军事专家来解读 但是我个人一个判断就是以色列 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打击 来试探一下伊朗及其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的反应 这样的做并没有 并不是说没有根据 因为以色列要打一场smart war 就是精巧的一场战争 大家都知道 伊朗和以色列的军事上的比较来看 虽然从绝对的优势上来看 因为有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占据了更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也不能忽略 伊朗的这个军事呢 也是有一定的反击的能力的 伊朗它不是哈马斯 伊朗也不是当年的这个伊拉克 伊朗有大批的中程弹道导弹 也有强大的这个陆军后备役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伊朗它不能够被小看 所以呢以色列这一波的打击呢 大概从军事常识的角度来看 是一种试探性的 比方说 那么美国有媒体说 其实在第一波的以色列的打击当中 并没有使用导弹 而是大量的使用了无人机 那么使用无人机呢 恐怕呢就是要试探伊朗的 它的雷达所在 它的反击的能力 它的目标 因为是在凌晨 所以呢要第一时间掌握到 伊朗军方的这种反击能力 到底在哪个地方 到底有多强多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为后续的第二波第三波的打击 做一些情报上的一些收集 或者是一些铺垫 这个呢是在常识上来讲 是有可能的 但是以色列这样做 也会冒很大的风险 那么之所以冒很大风险呢 是因为伊朗方面 已经信誓旦旦的 豪元壮语般的说 只要 伊朗的领土 受到以色列的攻击 哪怕是轻微的攻击 那么伊朗也会做出 第一时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 来消灭这个以色列 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 试探性的打击 也是非常危险 那么还有就是 以色列说 它是一个无限的 有限的一个打击 但是对伊朗来说 会是有限的一个接受吗 大概不会 伊朗可能是无限的 要做好和伊朗 进行这个冲突的 战争的一个准备 当然伊朗 现在官方还没有 发出一个消息 到底怎么样去应对 伊朗的 以色列的首领队的一个打击 但是呢 从伊朗多次的表态 特别是从最高领袖 韩美联一 到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 到外长 等等 全部都发出了强硬的 这样一个 一个信息 就是以色列如果发动 对伊朗打击的话 那么就会第一时间 大规模的 来这个进行反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以色列来反击 或者叫报复伊朗 确实已经是开始了 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会密切关注 态势的发展 两位 会不会渗入无限的不安呢 后续我们帮你观察 谢谢郑浩先生 以色列和伊朗 长期互相敌对 4月1号 以色列空袭伊朗 驻叙利亚大马士革 大使馆领事处 导致了双方紧张局势 骤然加剧 伊朗并进行了报复奇迹 4月1号 伊朗驻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大使馆领事处 遭到了空袭 伊朗只是以色列所为 谴责空袭行为 侵犯了其主权 空袭造成13人遇难 包括伊朗革命卫队 高级指挥官 以色列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一直通过叙利亚 向真主党输送武器装备 而4月13号晚上 伊朗做出报复 对以色列发动 无人机和导弹打击 以色列国防军报告称 伊朗发射了300多枚射弹 其中绝大部分被成功拦截 而为了应对伊朗攻击 美国英国约旦三国空军 协助以色列拦截导弹 法国也部署了海军 协防以色列 袭击发生之后 以色列誓言会做出回应 这次伊拉克 叙利亚 还有伊朗部分地区 传出爆炸声响 国际的油价跟金价 也短线的拉升 我们看到资金是流入了 避险资产 现货金价一度升超过了 百分之一 升到每盎司是 2415美元的 一个星期新高点 但随着涨幅收窄 纽约旗油和伦敦布兰特旗油 都曾经升超过百分之三 布兰特旗油短暂的站上 每桶90美元关口上方 美国国债的有买盘支持 十年起国债收益率下跌 而美元的汇价也显著上扬 美汇是继续在106上方游走 对韩元则跌超过百分之一 对欧元 澳元和新西兰元的价格 也都纷纷下跌 但是日元方面仍然走高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 联合国安理会 18号就巴勒斯坦申请成为 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 进行表决 美国投出一票否决票 导致巴勒斯坦的申请 没能获得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 中国对于美国投下否决票 十分失望 联合国安理会18日 就巴勒斯坦申请成为 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进行表决 决议共获得12票赞成 一票反对 两票弃权 美国投下一票否决 让决议未能获得通过 英国瑞士投下弃权票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表示 美方认为 巴勒斯坦建国的最快途径 是在美国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 通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直接谈判来完成 美国认为 在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规定的 成员资格标准上 还存在疑问 尤其是考虑到哈马斯 还持续在加沙发挥影响力 会成为巴勒斯坦建国的一部分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从表示 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 独立建国是巴勒斯坦人民几代人的夙愿 正式加入联合国是这个历史进程当中关键的一步 中国对于美国投下否决票十分失望 由于美国的否决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 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 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 如果出于政治算计 不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不妨大方的说出来 而不必找借口 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二次伤害 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够通过巴勒斯坦入联的决议 其实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国际和国内的舆论压力 在4月16日我们就看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州 纽约州 加里夫尼亚州等等 众多的居民就自主地去封锁了一些主要的大桥 通道 通往机场的路段等等 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拜登政府去感受一下 巴勒斯坦人民现在所遭遇到的封锁情况 凤侯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警告 中东陷入爆发全面地区冲突边缘 古特雷斯指出 加沙战事加上伊朗袭击以色列 可能让中东局势演变成全面地区冲突 这对涉事各方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来说 都是毁灭性的 各方需要保持最大克制 而解决中东问题的最终目标 仍是实现两国方案 即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以耶路撒冷为两国首都 和平和安全的毗邻共存 这也意味着结束占领 建立一个独立 民主 毗邻 自立 和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加沙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际社会有责任和义务 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是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 伊朗革命卫队负责核安全的一名 高级指挥官就表示 在以色列的威胁之下 伊朗很有可能会重新的 审视自己的核政策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 引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处的话说 革命卫队负责核安全的高级指挥官 埃哈迈德哈格塔拉布当天表示 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威胁一直都在 而且一直试图破坏伊朗的核设施 暗杀伊朗的核科学家 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 应对伊斯列的任何威胁 如果以色列想要利用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作为向伊朗施压的工具 伊朗可能会重新审视和修改自己的核理论和核政策 他还保证 已经采用了防御计划和先进设备 保护伊朗的核设施 因此伊朗的核设施是安全的 他还警告 伊朗已经识别了以色列的核中心 随时都能对可能的行动做出反应 发射强大的导弹来摧毁目标 西方怀疑伊朗的核设施压有军事目的 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一曾多次表示 伊朗从未寻求制造或使用核武器 因为伊朗的宗教信仰禁止这样做 富豪卫视李约志卡木森 德海南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洋 18号抵达纽约 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中东地区问题的会议 他在抵达纽约时表示 伊朗在对以色列实施行动前后都通知了美国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 阿卜杜拉西洋当天抵达纽约时 对记者表示 此次安理会举行外长级会议 是要讨论西亚地区局势 特别是巴拉斯坦问题 伊朗希望这次会议 能提供一个气机来缓解地区局势 解决加沙问题 伊朗国家电视台 他还说自从伊朗决定向以色列实施报复以来 伊朗在行动之前和之后都通过瑞士驻伊朗大使馆和官方外交渠道和美国交换了信息 目的是让美国了解伊朗的行动 他还透露 伊朗在行动前告诉美国不会针对美国在地区的基地和利益 除非美国想采取行动支持以色列 在15号采取报复行动后 凌晨两点半左右 伊朗又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发出信息 明确告诉美国 伊朗不希望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王卫视 正开旅日目三 德黑蓝报道 拜登政府在18号也宣布针对伊朗无人机计划有关的16名个人和两个实体实施制裁 以惩罚伊朗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的空袭 自从拜登上任之后 美国已经制裁60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个人和实体 美国总统拜登18号发表声明 称不到一周前伊朗发动了世界最大规模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之一 美国和盟友要让伊朗为此承担责任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主要针对伊朗此次在袭击中使用的见证者131无人机 与这款无人机发动机制造商服务公司相关的16名个人和两家实体受到制裁 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与伊朗钢铁行业相关的五家公司 和一家伊朗汽车制造商的三个子公司 称这些实体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了物质支持 拜登称此次制裁体现了七国集团领导人 共同加大对伊朗政府经济压力的承诺 英国也在18号宣布对伊朗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拜登称通过制裁要让支持伊朗袭击的人清楚 美国致力于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并将毫不犹豫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追究袭击者的责任 而自拜登上任后 美国政府制裁了600多个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相关的个人和实体 拜登还指示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工业 中东局势风起云涌 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导弹击中了伊朗设施 同时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多地都传出了爆炸声 相话题立刻请来中国社科院军控与防扩散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先生 来帮我们点评分析 洪先生午安 洪先生听到我们吗 好 洪医生其实伊朗早前报复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今天正式的对伊朗发起攻击 那以色列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个时间点 另外反击的手段有什么特点呢 从这一次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一次的报复情况来看 那么以色列是在伊朗进行了报复以后 它进行的这种反报复 那么从伊朗开始打以后呢 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这些的准备时间 比如他们的这个议会要进行吵架 那么他们的内阁要进行吵架 包括军方呢也要制定一个相应的空袭的作战计划 所以从这个准备时间来看呢 那么它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从它的空袭的方式来说呢 这一次我们没有见到美国的F-35的隐形战斗机 那么隐形战斗机呢 配上中程甚至远程的空对地的导弹 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行动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很显然 以色列是没有将这种空中加油的这个飞机 和美国啊英国啊其他的国家进行协商好 那么这些国家呢可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担心 所以它就使用了第一大规模的无人机群 那么来消耗伊朗的防空的导弹 包括他们的防空雷达呢 所有都要开机 那么开机以后 它就能够对这些雷达呀 对这些引导雷达和远程雷达进行袭击 那么而且呢就消耗量的消耗它的地空导弹 之后呢它就有一些弹道导弹呢 尤其是巡航导弹 它这个发射的时候呢 能够到达伊斯法汉 所以呢另外第三点就是伊斯法汉这个地方 在伊朗呢有着伊斯法汉半天下的这么一个称呼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老的一个城市 也是伊朗文明啊 还包括他们文化的存在之地 更重要的从军事上来说 它是一个核基地 对吧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包括重水提纯 那包括一些核设施等等都在这种城市 所以以色列这次空西呢 直接找到了一个伊朗的重新城市 而且呢它是一个核城市 那么进行袭击 这一次的袭击呢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而且呢从以色列来说 它是下了狠手 主持人 是的 另外以色列目前正在受到七条不同战线的攻击 而随着以一局势的持续升级 您以为以色列又该如何来处理战线压力呢 好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说呢 那么中东现在已经是打成了一锅粥 我们知道呢在中东这些地方 它历来是不同的派别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宗教进行的这场 在中东地区西亚地区进行的 长时间的这种博弈 这种博弈呢已经进行了几千年 所以呢我们很难把它分出一个胜处 这一次呢 对于伊朗的这种攻击 以色列呢和十个左右的盟国呀 和非盟国进行了拦截 那么看着数量是不少 但是呢伊朗的这种打击呢 它也是有众多的盟国和非盟国的这些帮助 比如在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啊 比如是在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巴马兹游击队啊 还包括有在野门的比赛武装啊 还包括在伊拉克的一些武装 那么包括在叙利亚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能数出五六七个 就是国家组织还有这种团体来帮助伊朗 所以呢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 是有着漫长的这种盟国 那么还有宗教还有不同的派别 他们都搅和进来 所以从以色列来说呢 他进行这种种族灭绝啊 还有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小办呢 这个行为呢 确实是不得人心 从联合国安理会到联合国大会 到在中东地区 到整个的阿拉伯世界 甚至包括在整个的欧洲和中东西亚地区 那么以色列明显是少数 所以七场的这个威胁 或者七场的战争 或者七个正面都对 它进行不同程度的攻击 那么这确实这个言之有误的 而且呢 从这种七个战线上来说呢 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寡民 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和多方面的 这战线的几个消耗 以后会有较大的疲态 对于以色列来说呢 战争拖得越长 冲突越久 那么对于以色列的经济 它的人力 还有就是它在中东的力图呢 都将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洪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观察 刚才提到了 现在以色列周边的这战线 错综复杂 野门的胡塞武装领导人 胡塞在18号就表示 组织现在是已经在印度洋 和向以色列南部展开行动 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说 胡塞武装在两个星期内 于鸿海 雅丁湾 阿拉伯海 曼德海峡和印度洋 展开快14项的行动 他也强调 如果与欧洲国家相关的船只 不前往以色列 就不会有危险 他表示 至今组织已经对98艘的船只 发动袭击 他们的行动会持续 直到以色列停止攻打 加沙地带为止 只有停止向市停战 和向加沙提供粮食和药物 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报复行动 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境内 都相继传出爆炸声 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全面战争的来临 而美国又会在日益升级的中东局势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风卫视资讯台 今天晚间的八点钟 也将会直播以色列公一特别节目 也敬请您留意收看 今天股市也很动荡 由于受到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 加上有美联储官员不排除今年可能要加息 拖累亚太区的股市全线走弱 日本股市在午后跌幅略有收窄 但是日经指数仍然下跌接近1000点 跌幅超过了2.6% 台湾股市更下跌超过了3.5% 韩国股市方面则跌2.2% 内地互生两市反复走弱 创业板指跌幅领前下跌了2.2%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互指在中午报3062点下跌12点 跌幅是0.4% 半日成交2598亿元人民币 深城指中午报9254点下跌 122点跌幅是1.31% 半日成交3125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139点后 最多下跌341点 但是在16000点整数关口有支持 跌幅略有收窄 横指中午报16184点下跌201点 跌幅是1.23% 半日成交631港元 路透社现在是引述墨西哥官员的说法 美国当局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墨西哥联邦政府与中国的电动汽车企业保持距离 报道提到墨西哥联邦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已拒绝提供低成本的公共土地 以及减税等激烈的措施 借此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保持距离 而墨西哥官员1月与比亚迪管理层会晤的时候 也明确不会像以往一样为车企提供优惠 之后墨西哥与中国的车企会谈就已经暂停 墨西哥总统办公室没有就消息做出回应 而墨西哥经济部也拒绝置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回应路透社时 没有提到施压的问题 指称美墨加协定不是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 来提供后门在不支付关税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市场 目前大约有20家中国车企在墨西哥来销售汽车 但他们都没有在当地设置工厂 来关注两岸消息 对于中国民航局19号宣布 即日启用M503航线W122-W123衔接线 由西向东运行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这对于两岸同胞都有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民航局1月30号对外宣布 自2月1号起取消M503航线 自北向南运行的飞行偏制措施 之后民航局还将启用M503航线W122-W123衔接航线 由西向东运行 提升空域运行效率 而此次启用M503航线W122-W123衔接航线 由西向东运行 是为缓解有关地区航班增长压力 保证飞行安全 减少航班延误 保障旅客权益 对两岸同胞都有利 M503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 设立和启用这一航线 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一项常规工作 M503航线取消飞行偏制以来 总体运行安全平稳 切实改善了两岸航班运营 进一步便利了两岸人员往来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 对于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下周访华 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布林肯访华 美国务院在18号向我们的记者表示 布林肯将很快访华 而这次访问是建立在 中美元首旧金山魁舞 以及多轮中美高层对华的基础上 双方将会持续就关起了议题 保持沟通 美国政治报引述三名美国官员 以及一名驻华盛顿外交官的消息称 布林肯将于4月23号启程访华 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中国外交部18号也表示 欢迎布林肯访华 美国国务院当天称 布林肯将很快访华 Yester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welcome Secretary Blinken's visit to China. I wonder if you can confirm his visit to China next week. I don't have any dates or specific travel to preview. Obviously, when President Biden spoke to President Xi a number of weeks ago, they spoke about continued high-level engagement and diplomacy between both sides. You saw Secretary Yellen conduct her trip. And as we said previously, we expect Secretary Blinken to visit again very soon. 本月中美援手通话后 白宫宣布布林肯将在几周后访华 这将是他自去年6月之后第二次访问中国 也是近期中美一系列高层接触的一部分 包括中美防长在本周通话 美国财长 Yellen访问中国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康达 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 贝沙兰 近期也访问了北京 为布林肯铺路 And as you mentioned, there was a summit and a few high-level exchange between us and China. Do you feel the groundwork is more solid than you visited China last time?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is follow-on visits, diplomacy actions from the historic summit in San Francisco, or Woodside rather, in which you saw a number of steps be taken in coordin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specifically around mill-mille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steps being taken to address the fentanyl crisis. So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se are the kinds of things that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ess and raise directly with the PRC in the event of any potential forthcoming travel. 一周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应约与布林肯通话, 双方主要就当前的 中东局势 交换了意见。 凤凰卫视 王兵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印度全国分期阶段的 议会人民院选举 在4月19号开始 6月1号结束 除了选举相关的 政治活动升温之外 印度炎热的夏天 也成为选委会关切的问题 热浪如何影响选举过程 我们来看本台 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自1996年以来 印度议会大选 每五年在4月至5月份之间 举行 全国各地的选举官员 和选民都要应对 酷热天气的挑战 印度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 在4月19日和4月26日 投票 第一和第二阶段 各邦将出现高达 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where people have to go out to vote is again still manageable as it is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where people go to polling booths water, cooling stations, medicines first aids can be easily maintained if there is a structure to it and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aken those steps the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on April 11th held a meeting in which he reviewed the prepara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dian elections but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with managing heat waves actually comes when it comes to the rallies because the rallies or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those can't be controlled 有专家表示 由于印度是世界上 人口最大的国家 而且近几年来 面临一场气候现象 中央政府 各邦地方政府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都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尤其是在第二 和第三阶段的投票后 印度多地热烂会加剧 凤凰卫视记者 商经军 印度新德里报道 在阿联酷迪拜日前遭遇到75年 一遇的特大暴雨 市区受灾情况严重 而经过两天的连续抢修 目前当地大部分的交通 已经恢复 来看我们记者 从迪拜发挥的报道 机场滞留 车窟漏水 商场被淹 一场虽有预警 却远超想象的暴雨 几乎将迪拜淹没 通过一整天的紧急治理 目前大部分交通 已经恢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迪拜谢赫扎伊德 主干路的路边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还在封闭的主路 现在已经完全开通 由于部分区域 仍存在少量积水现象 所以目前迪拜的交通情况 仍然十分拥堵 我们可以看到 镜头的这边 在两侧的俯路上 积水情况仍然比较严重 抽水车还在连夜 持续地工作 目前迪拜市政部门 正在加紧分区 进行抽水处理 对于当天的暴雨情况 迪拜的常住居民 仍然心有余悸 根据最新得到的信息 本次暴雨影响 预计将在今明两天内 彻底恢复 凤凤卫卫视王力 马克 阿联酋 迪拜报道 根据以色列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 境内19号的凌晨 相继地传出爆炸声响 美国媒体随后就报道 以色列的导弹 击中伊朗的地点 而美官员特别指出 以色列没有拿伊朗的核设施 作为攻击目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就报道指出 伊朗在多个省份 启动防空系统 发射防空炮弹应对袭击 另外有伊朗官员说 伊朗没有受到导弹袭击 伊斯法罕听到的爆炸声 是启动防空系统的结果 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 叙利亚南部的苏维达省 伊拉克的巴格达地区 以及巴比伦省 据报都发生爆炸 美国广播公司 援引美国政府 一位官员的话报道说 以色列导弹击中伊朗的移出地点 伊朗国家电视台称 凌晨4点左右 伊斯法罕上空 能够观察到三架无人机 防空系统随即启动 并将其摧毁 另外核设施并未遭到破坏 也有消息人士 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 在伊斯法罕西北部的 军事基地附近 听到了三声爆炸声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 伊朗伊斯法罕地区 目前一切正常 未发生地面爆炸 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 包括阿联酋航班在内 多架原定飞往伊朗的航班 发生折返 或偏离预定航线 叙利亚媒体报道指 叙利亚南部多处 军事设施遭到空袭 伊拉克北部 埃尔比勒省 和摩素尔地区的居民说 凌晨听到多架战机飞临 以色列日前表示 将就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袭击 做出回应 伊朗总统莱希扬言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领土 发动直接军事袭击 必将遭到猛烈回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就在伊朗等 中东三国遭到袭击的前夕 美国国防部门 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说 美国防长奥斯汀 当天是与以色列防长 加兰特通了电话 就中东的局势交换一件 另外根据美国有限电新闻 网CNN引述一名 美国高官的话报道 以色列18号向美方通报 将会对伊朗采取 报复性行动 但是美方没有为此进行背书 五角大楼的修法 奥斯汀和加兰特18号通电话 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行动 其他地区威胁 以及人道救援物资 进入加沙等问题 进行讨论 奥斯汀也强调要利用 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等通道 确保更多人道物资 持续地抵达加沙民众的手中 以色列政府近日允许 临时使用阿什杜德港 来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 以色列国防部17号发布声明说 已经有一列运输食品的车队 经过这个港口进入加沙 好 感谢您搭买今天的凤凰舞剑专列 取一锁定我们盖起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控